以前香港人是一直渴求民主普選 从来没有得到的民主普選要争取 所以要2014年的雨产运动 今天是我们一直拥有的自由被剥陀 那个已经不是争取了 是已经有的一直以来拥有的自由 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送中跟充公的自由 现在因为中国跟香港之间的区隔 司法的区隔被打破了 中国任何法院可以给一纸的公文 给香港的政府要求把特定的人送中 把特定的财产充公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了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所谓民主派 温和跟激进甚至跟本土派 会有港独派的一个分歧的问题 是彼此甚至是商界 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蓝的一些想法 完全都是自由都被剥夺了 所以今天也看到 一个立法会的议员石里谦先生 他旗下的一家公司 他担任那个独立董事的一家公司 他宁愿那个被没收定金 也要放弃投标 就取得机场的一个土地 所以看到整个东西都已经知道 资金正在撤出 外资港资都已经撤出 失业恐惧在蔓延 很多机构都想把机构搬到台湾 搬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去 比方说台湾 新加坡等等 所以看到这个恐惧会出现 正因为这样子 下一代怎么办 中年人 老年人 有钱 有钱 有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住 但是年轻的一代 就是你今天看看在金中的那一代 看看他们十几岁 二十几岁年轻人 他们现在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年轻人参与 是因为这个原因 城堂 抓住 出来 台湾 行